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美国 美国我们知道 隔夜联储的议席会议机要显示 10月份不加息 但是不排除在12月份 开启加息的可能性 我们看到由于短期内不加息 因此整个市场投资的情绪 还是趋于舒缓 果然美股昨天三大指数 也是全线收高 我们继续来看 道琼斯公运民指数的收盘 是上涨到1.13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1.3% 标普白指数的涨幅是1.18% 好 接下来马上关注到 是第一财经驻纽约记者于超 在收盘之后给我们发回的报道 美股周三高开高走 美联储10月FOMC会议 维持利率不变 符合市场预期 美联储表示将于下次会议决定 是否会加息 10月声明中也撤交了 全球形势可能抑制美国经济的表述 美国10月21日当周一 原油库存增加337.6万桶 地域预期的增加400万 这推动了油价的今天是大幅的上涨 美油涨幅一度超过了6% 经济数据一面 美国政府报告表示 美国9月贸易资资下降了12.7% 降至了586亿美元 苹果周二公布了第四台季的利润 是111亿美元 同比上涨31% 苹果称该季度卖出了4800万部iPhone手机 与去年同期的3900万部相比有所增加 推特的股价在今天是大幅的下滑 跌幅已经超过了5% 那么该公司周二收盘后宣布 季度营收是有所增长 但是活跃用户数量的增速 却创下2013年上市以来的新低 阿里巴巴周三维持涨幅上涨超过2% 根据周二公布的最新季报 阿里巴巴宣布上季度的营收 达到了222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32% 美股收益增长了30% 阿里巴巴的移动端广告收益 原本低于PC端广告 如今增长迅猛达到了17亿美元 几乎是去年的三倍 在本周二阿里巴巴宣布 以动端贡献其电商平台 约62%的总交易额 好的 非常感谢宇昌